好了这一堂课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去进行RC2遥控器上的参数设定 先声明这堂课里示范的所有参数设定呢 都是根据我自己个人使用拍摄无人机的习惯和拍摄的方式呢 去专门调整出来的一套设定 如果你的拍摄或者是飞行环境和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 那么请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相对应的调整 再来就是每个人的飞行拍摄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这堂课会带你了解每个参数设定背后的功能 这样子呢你可以帮助你自己去调整你自己需要的参数 而不是盲目的跟着我的设定而已 好了首先打开我们的RC2遥控器之后进入我们的飞行界面 那么我们先从左下角开始看 左下角呢就是地图了 地图上你可以看出你当下的无人机的位置和周边的环境等等 地图里的左上角呢有一个指南针的标示 如果一个箭头指着N就是地图是以上面朝向北方作为标准的方向 点击一次之后呢就会转换成地图根据你的遥控器的转动而旋转了 也就是现实当中你所在的位置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看到左上角的白色箭头的方向就是指向北方 透明的呢就是指向南方 这是我们只要转动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遥控器位置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调整我们这个东南西北的方向了 左下角呢就是可以隐藏地图 那么点击地图之后呢可以打开地图变成全景屏幕 这样子呢有更多的选择让我们去调整 首先这个I呢就是让我们看着不同的区域 但我的建议呢是不要完全相信这个APP里的显示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地区的法律规则呢去进行拍摄的 因为APP里显示的区域只是一个大概的指引而已 好接下去下面这一个呢就是位置显示 这里呢你可以选择显示你的无人机的位置 或者是你自己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你的遥控器所在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就是刚刚说的指南针 我大多数都是让地图固定朝向北方就好 最后一个呢就是地图的显示方式 可以选择GPS或者是混合或者是普通 那么我这里呢我是选择普通就好 那么地图我们只要向左或者向右滑动呢 就能切换另外一个观看的模式 这就是一个方向盘的模式而已 一样有固定的北方模式和自由转动的模式 那么无人机起飞后地图再向旁边滑动的话呢 就会出现这个飞行辅助影像了 就是倒车影像 分别有前后左右四个方向 对应了无人机上的四个鱼眼镜头的 避障传感器上面的画面 当然这只是迷你4Pro有的功能而已 迷你3Pro是没有的 因为迷你3Pro是没有全向避障的 只要我们飞向哪个方向呢 飞行辅助影像就会切换那个方向的画面 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左边右边或者是后方的画面了 尤其是侧飞环绕的时候呢 可以避免发生我们遇到障碍物 但我们是不知道有什么障碍物的时候呢 出现炸击的情况了 那么长按某个方向的这个辅助影像呢 也可以锁定显示那个方向的画面而已 地图旁边的就是无人机的高度和离遥控器的距离了 上面的数字呢 则是升降的速度和水平飞行的速度 左边一个圆圈加上一个箭头呢 就是起飞的按钮 长按中间的圈呢 就能进行自动起飞了 那么接下去上面的这个按钮呢 就是航点飞行的功能 所有拍摄的功能呢 之后在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再详细介绍的 左上角的箭头呢 就是可以回到主页 然后旁边的呢 就是显示无人机飞行的模式 分别对应遥控器上的三个不同模式 那就是普通档 平稳档 运动档 接下来就是所有关于无人机的状态提示了 比如说无GPS状态 低电量 或者是侦测到云台转动不顺畅等等 都会在这个区域里显示的 点击进去之后呢 就能更详细的看见飞行检查的提示 需要我们去注意什么事项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圆圈呢 就是电池的电量 点击后就会出现一些大概的时间 显示距无人机自动返航 或者是强制降落的倒数时间 那么旁边呢 就是遥控器连接无人机的信号强度 接下来就是无人机的视觉传感器的状态 然后就是GPS卫星讯号的强度 右上角的这三个点就是设置了 等等我们会再进入详细的介绍 设置里的所有的功能与参数 那么下面呢就是所有的拍摄模式了 拍摄模式我们会在下一堂课里 会详细的一一介绍 然后下面的呢就是拍照或者开始录制的按钮 在下面一些的符号呢就是媒体浏览的 可以直接在遥控器上低清浏览所拍摄的画面 那么左边第一个呢 表示就是切换云台横拍或者是速拍的模式 然后接下去就是变焦的按钮 长按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选择变焦的多少 而去慢慢滑动的 下面呢就是对焦 一样的长按之后呢 我可以控制我们这个对焦上的滑动变化 右下角就是切换手动拍摄模式 或者是自动拍摄模式了 EV就是画面侦测的曝光值了 当我们设定我们的EV的曝光值呢 比较低的话 比如说减0.3减0.7的话呢 所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就会相对应的把原本的曝光的画面呢 降低减0.3度或者是减0.7度 或者是更多的 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拍摄的这个EV值呢 去调整的 然后录像的格式与帧率 存储的剩余空间和时间 那么当我们切换手动模式之后呢 有更多的设定是可以去调整的 比如说快门速度和ISO 白平衡 分辨率和帧率 色彩模式 编码格式等等等等 这里我建议大部分新手使用的设定是 普通色彩和H.265的格式 如果你拍摄的素材简介时呢 会卡的话 那么就选择H.264编码格式 那么分辨率一律建议拍摄最高清的4K画质 帧率呢依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但是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拍摄4K50帧率的 可以和相机的拍摄帧率相符合 然后呢也可以进行后期的慢动作播放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升格拍摄 H.LG和D-Log M呢就是大疆设定的灰片的拍摄模式 这之后呢我们会再深入讨论 建议新手呢使用普通色彩模式去进行拍摄就可以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点击右上角进入设定 首先第一页呢就是安全 辅助飞行第一项呢是避障行为 一律建议新手呢选择沙停模式的 绕行的模式是看起来很不错很智能 但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况 比如说比较细小的数字呢可能是比较去难侦测到 所以呢当你还不熟悉你无人机的操作的时候呢 还是选择以沙停为前提进行飞行 那么显示雷达图呢肯定是要打开的 这样子我们才能从画面上看到大概的哪个方向是有障碍物的 返航路线就是当你的无人机自动返航时会选择的路线 建议如果周围没有太多高大的障碍物的话呢 可以选择最佳路线 但是如果周围比较多复杂或者是高大的建筑物的话 那么选择设定高度的路线返航会比较好的 这样下面我们可以设定某个特定的高度 让无人机返航之前先升至那一个设定好的高度之后呢 再进行返航 这样做呢就可以有效避免无人机返航路途中炸鸡了 所以千万记得你的返航高度一定要设置高过周围的障碍物 才可以安全的返航 那么更新返航点就是可以更新你最新的位置呢 让我们的无人机自动返航了 AR设置呢是可以显示你返航时出现的返航点 而且是直接在你的地图画面上显示的AR画面 AR返航轨迹也一样是你自动返航时会出现的AR轨迹 这样子呢你可以大概知道无人机返航图中的路线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障碍物可以提前去避免的 显示禁地投影呢就是当你下降到接近地面时 就会出现一个无人机的投影显示会降落的位置 这样子呢可以很好帮我们判断无人机精确的降落位置 以前是没有这个显示投影时高空时下降只能靠猜测的 然后呢一直需要大幅度去调整我们降落的位置 有了这个禁地投影呢就能比较准确知道降落的位置了 那么虚拟护栏呢是让我们可以限制无人机的最大高度和最远距离 当无人机飞至你设下的限制距离或者是高度后 无人机就不会继续飞更远或者是更高了 这样子呢可以很有效避免我们触犯当地的法律 传感器状态呢可以校准指南针和IMU IMU是测量无人机的速度方向和其他数据的这个电子设备 必要时呢可以自己点击这些选项来自动校准了 电池信息里会显示无人机电池的状态等等 补光灯呢我建议换成自动就好 无人机会在夜晚接近地面降落时呢打开 这样子呢就可以更加的安全降落了 飞行解禁是当你需要在一些限制区域飞行时 有申请得到一些官方的批准之后可以进行飞行 右下角呢就有一个可以找飞机的选项 你可以在炸机时按下启动闪灯鸣叫的选项 无人机呢会靠着谨慎的电池呢发出声响 这时候你配合你的地图呢就可以去寻找我们的无人机了 而且地图上还会有着一个最后降落的地点的影像 但是我不太确定如果是突然炸机 会不会也有显示的 希望我这辈子都不需要用到这个功能 也希望大家不需要用到 只是在这里先让大家知道呢 会有这样子的功能帮助我们去寻找我们的无人机 那么安全高级设置的话 我是设定当飞机失联时让它自动返航 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确保你的无人机返航点是比较准确 这样子就算失联了我们的无人机一样是可以自动返航的 但如果你是在不一样的情况 可能你也需要用悬停或者是降落的方法呢 请根据自己的飞行状况和环境呢去自行判断 那么允许空中紧急停降呢我设定为紧固障时 当然你可以设定为任意时刻 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尤其是在一定的高度时无人机突然讲业停止呢会直接掉下来 准伤或者是伤害到其他人的 那么这个紧急停降呢是和起飞一样摇杆向下内掰或者外掰 就可以了 但是再次则强调不要随意打开这个功能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不到紧急关头时呢都不要轻易使用 那么这个视觉定位与避站关闭后无人机 所有的避站功能呢就会失效 无人机可以飞至非常接近地面的位置呢 而不会进入这个降落模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操控飞机单位 我是选择公置米 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习惯的公里或者是音质 显示大小为标准模式 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可以选择大字模式会看得更加清楚 目标扫描打开后呢可以看到拍摄时会出现可以选择为目标的点 焦点跟随是Mini 4 Pro才有的功能 Mini 3 Pro是没有的 因为Mini 4 Pro是有权向避站而Mini 3 Pro是没有的 当你追踪的目标是人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内圈或者外圈两个不同的追踪方式 而内圈和外圈又可以搭配不同的高度与距离进行配合拍摄 这个你可以选择最低的4米或者是最远的15米 可以根据你自己不同拍摄的情况而定 左边呢就是内圈的距离 右边呢就是外圈的距离了 然后下面呢可以设置内圈外圈高度 那么这里要提醒如果高度是设置的比较低的话呢 千万要注意周围的障碍物 因为自动追踪并不是完全安全的 所以呢我建议新手还不了解你的飞机的时候 最好是设置高过普通人身高的距离 而高度会比较好 大概2米至3米最好 那么运镜速度一样你自己可以设置不同的速度 刚开始可以试试看普通 然后呢有需要可以试试看使用快速运镜速度呢 去尝试不同的拍摄方式那么允许近地拍摄呢 一样根据你自己的判断的进行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 除非你所在的环境呢是比较空旷 或者是没有太多其他人的时候会有些安全 至于车和船的追踪是没有内外圈的选择 一样我们可以选择运镜速度 其他的呢就和追踪人的设置参数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页面就是操控手感的设置了 事先说明接下来你看到的这些所有设置呢 是我自己根据自己拍摄的风格和手法调整的手感 你也可以跟我的设置一样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自行调整 因为每个人要拍的风格环境风速运镜都不一样 所以呢这里就让你们参考我的这个参数就好 首先我会一些意介绍所有的速度是代表什么 然后呢我会直接做一个列表 让你们看看我所有的普通档平稳档和运动档的参数 首先最大水平速度呢就是飞机飞向前向左上右 就是飞机飞向前向左上右 好这个课程呢是专门为大家无人机 迷你3pro和迷你4pro的用户而制作的入门级课程 如果你一直都有在关注我的懒人摄影频道的话呢 你是从懒人摄影V站注意到我 首先先感谢你对我们频道的支持 那么我的频道里呢有非常非常多免费的关于无人机的教学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那里看看 那么课程里完整介绍了所有迷你4pro的配件 功能拍摄设定参数拍摄模式运镜技巧等等 务必能让你在上完课之后呢有一个新手升级为一个全面了解你的无人机的飞手 那么很多人以为买个无人机开箱之后呢直接就可以飞出好看的画面 虽然大家无人机操作呢是简单易懂 但是呢也需要有基础的知识和技巧去操作 才能真正发挥无人机航拍的优势 很多人忽略了拍摄参数或者是拍摄的运镜剪接 进而导致购买了无人机后 三分钟热度让无人机就这样吃灰了 这个课程就是要教大家全面了解你的无人机的功能 然后让你可以更进一步对无人机拍摄有更深的了解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过负责任的飞手 一定要了解拍摄器材和周围的环境 虽然这套课程是专门为入门及飞手设计的 但是如果你是飞了一段时间但是总是觉得自己飞不好 或者是想要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飞行能力的话 我相信这套课程里的基础技巧绝对能帮助你继续成长 因为扎实的技术功绝对是你继续进步的重要因素 这套课程我会主要使用大疆的迷你4pro作为主要的教学无人机 但是如果你是迷你3pro的用户或者是其他款式的无人机 大多数的技巧和功能都是大同小异的 其中一个迷你4pro和迷你3pro最大的差别就是 迷你4pro是有全向避障和一些利用全向避障的拍摄模式 迷你3pro虽然是没有全向避障 但是要利用课程里教的技巧去应用拍摄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建议大家在观看课程后可以根据每一个章节教的一个一个去练习实践 每看完一个章节最好是趁记忆犹新直接操作一次会比较容易上手 那么还等于什么呢?我们第一个章节的课堂里见!